太医生水 原本墨要求爱重回圣女之位 但却被爱拒绝了 他本就是专心术道 不喜嘈杂之人 因此只以术炼师的身份 待在妖族内 但两族术决之后 爱在妖族心目中的地位 只高不低 甚至还在墨之上 至少在墨的心中 对爱静若神明 不敢有半分愉悦 爱先生 这三个字说出口 李云霄只觉得 有些不适合尴尬 爱轻轻一笑 脸颊微微有些发红 二人如此相对 的确是第一次 但很快就落落大方的汗手道 云绍数道无双 爱认输了 从此妖族加入天舞盟 奉云绍为盟主 马首是瞻 李云霄也正色起来 肃然道 那我以盟主的身份 欢迎爱先生和整个妖族的加入 希望大家在摩羯之下 携手共进 不仅是摩羯之下 携手共进 爱眸光如水 直视着李云霄 轻轻轻点头道 希望摩羯之后 两族还能长久平和地发展 李云霄心中微动 他明白爱的意思 是希望通过这次联手 一改妖族往日被孤立的困境 能够分配部分天舞大陆的资源 这毕竟是关系着两族利益的大事 而且资源总量不会有变 妖族要占据部分的话 人族就必然要受损 虽然李云霄很想帮他们一把 但这种大事还是不敢擅自做主 因为他给自己的定位是 统一人族抵抗摩羯的将领 而非坐拥天下的帝王 在他眼中 天下依然是人族的天下 关系两族利益的大事 还是得由众人协商讨论 此事牵扯的利害关系十分复杂 并非我一人可以做主 李云霄蜿蜒拒绝 眼神当中流露出深深的歉意 有什么复杂的 一道银铃般清脆的声音响起 说出的话却不怎么动听 现在天下以你和旋利岛岛主为首 而叶晴宇又不管天下之事 基本上就是你一句话的事了 随即空间微微震荡 顾轻轻凭空走了出来 极度不满地说道 当年妖族是被我镇压在武侠山下 逼入绝境的 对于此事我深感愧疚 也是时候还他们一个公道了 自从被爱救了之后 顾轻轻对妖族的好感一直爆表 即便要顶撞李云霄 也是在所不惜挺身而出 丁灵儿没带一簇 冷冷地说道 顾轻轻 你现在是我的丫鬟了 岂敢对云霄大哥无礼 还不退下 他毫不客气地呵斥道 若是你敢违抗命令 我现在就将你嫁给蓝眼主大人 顾轻轻脸色大变 只觉得眼前一阵眩晕 险些就要从天空上栽下去 数决一战 他不但输了倾家荡产 就连一辈子都赔了进去 原本想要一死了之的 好在这一年归属丁灵儿 而且在这三个月之内 丁灵儿并没有太过为难他 只是让他当一个随身丫鬟 他已经做好了准备 在这一年后就直接死得粉身碎骨 免得被蓝眼主糟蹋了 顾轻轻被丁灵儿呵斥得脸色发白 站在天空上不断地颤抖 怒目而视 当下咬紧牙关不再吭声 丫鬟 李云霄吃惊地看着丁灵儿和顾轻轻 不明白两人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 此刻整个天舞盟 除了李云霄外 谁都知道西年的神骁公公主 将妖族镇压在武侠山下的传奇巅峰人物顾青青 成了丁灵儿的丫鬟兼保镖 武女看李云霄那震惊的样子 皆是言嘴一笑 一时之间众人如入仙池伏地 只觉得那笑颜瑰丽朔木 恍若看见春风拂过百花 静态极严 丁灵儿这才将赌约之事详尽地说了出来 李云霄哈哈大笑道 恭喜灵儿会长多了一位虚极尽的保镖丫鬟 这份待遇 怕是只有当年的借王大人 才能想此殊荣呢 李云霄文言则是脸色大变 责备道 真是胡闹 若是你输了 让我该如何自处 虽然是苛责 但眼中却是温柔和担忧 甚至还有一丝后怕 虽然他胜利已成事实 但一想到 若是当时自己输了的后果 就不由得打冷颤 丁灵儿心中泛起甜蜜 连王解释道 我见顾清清明目张胆地开读 压云霄大哥书 所以心中气不过 而且看他实力极强 若是能够收尾己用的话 对云霄大哥的帮助定然是极大的 更重要的是 丁灵儿微微红了脸 督定地说道 我一直相信云霄大哥是不会输的 李云霄心中一暖 顿时明白了他的想法 抬手温柔地摸了摸他的发顶 柔声说道 以后再不许这样了 即便一百个顾清清 也抵不了你在我心中的位置 若是你输了 成了他的丫鬟 让我将来该如何痛心 丁灵儿用力地点了点头 眼眶一下变得湿润起来 另外四女在一旁 静默地注视着李云霄 和丁灵儿互动 心里没有些许酸意是不可能的 但他们几个情同姐妹 丁灵儿处处为李云霄着想 更是看在眼中 李云霄此番温情 同样让四女心中 酸起了暖意 李云霄山咳嗽了几声 略微显得有些尴尬 恩爱秀完了吧 可有考虑过我们这些单身狗的感受 蓝眼主也是点头道 给本王造成的暴击 可比上次红月城之战还要来得大 闻众人打趣 丁灵儿顿时羞红了脸 王逝去眼泪 窘迫的不敢抬头 其余四女皆是轻笑起来 菲尼站出来解围笑道 好了 明知道我们家灵儿脸皮薄 还讲这么酸溜溜的话 你们几个大老爷们 嫉妒就直说嘛 李云霄也颇为尴尬 收敛了一下 这才对顾清清冷声说道 既然你现在已是灵儿的丫鬟 光是这身份地位 就已经没有资格在我面前说话 但我敬重你是前辈 更敬重神宵宫公主的荣耀尊严 所以还是要明确地告诉你 我虽是天舞盟盟主 却不是天下之主 本少的职责只是担当魔战统帅 此外 李云霄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虽然我也很想这么做 但我没有这个资格与权力 擅自给妖族出让资源 顾清清先是被叮咛而呵斥 现在又被李云霄数落 脸色难看至极 站在那里一言不吭 李云霄心中暗叹 这顾清清只是胡闹和自私了一些 本性其实挺好的 现在让他为奴为婢 的确有些过分和难堪 但这也是他自找的 有始才有终 自食恶果 算作是一种惩罚 若是能借此收敛一下他的性责 对他而言也未必是坏事 莫冷冷地说道 云上我虽然和你有约定 但此刻我身为妖皇 也必须为族人考虑 若是联手抗魔 战后却没有半点好处 依然让我族归缩在不毛之地 这多少有些说不过去吧 他无奈地摊开双手 目光却是冷力至极 彰显了他要为妖族争取利益的决心 李云霄皱起眉来 沉申说道 摩羯乃是关乎天下生灵的大事 天下生灵皆有责任 而你族七夕之地 乃是两族利益分割所致 我并没有这个权力更改 你们威胁我又有何用 林木迪附和道 云绍所言没错 他只是阎武城城主 被众人推选为天舞盟盟主 并非称霸天下的霸主 何来全力分割天下 那边白脸唱完 李芒山忙站出来打圆场 只要妖族尽心尽力 摩羯之后 我们必然会尽力为你族争取利益的 哼 一句尽量就想骗我们为天舞剑卖命吗 莫反唇相机冷笑道 若是天舞剑不能给我们足够的资源 这天舞剑我们还保护来干嘛 那这是你们人族的天舞剑 并非天下的天舞剑 林木迪等人都是一愣 这话说的几乎难以反驳 李芸霄也颇为奇怪 莫并非是那种伶牙利齿的人物 今日却是针锋相对 逻辑清晰而犀利 他神识微微一晃 眼底略过一丝精芒 顿时明白了过来 从始至终都是爱在暗中主导 多半是用了传音之术 毕竟爱是女子 气场上要弱许多 而且刚刚在数诀当中 又输给了李芸霄 说起话来难免底气不足 莫则不然 虽然跟李芸霄有约定 但他是造化镜的强者 更是当今万腰之黄 有足够的实力和底气 跟人族谈判 李芸霄开口说道 莫和爱先生的意思我明白 问题的关键在于 我们并没有这个权利 而并非我们不愿 我认为当下的明智之举 应该是搁置争论 共同抗敌 他故意提及爱先生 也是隐晦的点出 我知道这都是你的意思 爱是聪明人 自然一听就明白 韩笑道 云绍和诸位大人的意思 我们也明白 既然如此 我们也不便强求 众人都是一愣 有些不相信耳朵 难道妖族就这么好说话 不争了 莫也是愣了一下 身后几位强者 同样露出不解的神色 之前 爱跟大家分析过形势 虽然是赌输了 才加入天舞盟 但必须抓住这个契机 为妖族谋得一份万年之计 感谢观众